今天早上一早看到一段新聞 令人比較驚訝 還有也覺得來到今天的香港 一個政治正確 一個防疫政策 一個國安法 令到多少人家散人亡 就以國安法為例 很多人在香港的心情沉重 覺得很壓抑 結果特區政府說什麼 但事實上市民的感受不一樣 大量的移民潮出現了 變成這樣的環境 令到我們香港 即時解決所有的房屋問題 當到今時今日 肯肯定去到今年年尾 大概有六十多萬人走 那六十多萬人走當十個百分之 那你就計算了 因為現在已知已經是四十萬了 六十萬人走 無論是公屋 居屋 即時 就搞定所有所有的房屋問題 連租金都一定會下降 今年年尾 你就看 當然 很多的地產專家 他們說香港大概跌一成至兩成 我心目中不止 不過不要緊 起碼完成了一件事 一個國安公署令到香港幾十年來搞不定的房屋問題 但是終於搞定了 所以你看不到李家超 或者鄧炳強 或者陳國基他們說 哎呀 我們重中之重就是解決房屋問題 盡快上樓 你放心吧 兩年後 我相信連單身人士上樓都不用半年 這個就是錢走 人走 一個國安法 解決了香港的人口問題 解決了我們的居住問題 這個真是值得鼓掌 拍幾聲 給幾聲 我們特區政府和習近平主席有眼光 反正你們這些人都不喜歡在香港了 無謂住貴了這些房子 這個大家都知道消失了 近這一個月裡面 你有沒有聽過 哎呀 我們最緊要解決房屋問題 哪一個特首上場都會說 房屋就是重中之重 第二是什麼 人口老化問題 這兩個就是香港的兩座大山 很多人 連老人院都排不到 有些排成七八年才能夠有安老宿舍 而且環境並不理想 很多老人家沒有辦法 就是說安享晚年 其實這個也是人口老化必經的階段 但是你放心 以防疫抗疫政策 這次為名 最新的報導就是 香港政府清零的防疫政策下 老人自殺問題也趁惡化生命熱線 在星期五昨天發表最新的調查說 根據香港的死因庭 香港2021年有1010宗自殺個案 其中老人家自殺 持續高企70歲或者以上的自殺死亡個案 佔了246宗 60歲至69歲 就是佔了200宗 而50至59歲 和40至49歲的自殺率 也都分別佔154至156宗 年紀越大 自殺數字越高 交十年 升過超過五成半 對比五年前也升幅了22.9% 而生命熱線 他講的 其中的精神科 專科醫生崔永豪認為 自殺情況惡化 主要因嚴厲的社交距離措施影響 崔永豪說 人與人之間 聯繫日益減少 隔膜增加 長者缺乏支援和社交 所以感到孤單 容易蒙起 輕生的念頭 老人家自殺幾百宗 疫情防控措施 中病毒都沒有死那麼多人一年 那你就知道 我們特區政府多厲害 一個防疫措施 直接這樣搞定了 我們香港的人口老化問題 如果能夠持續乾一年 我相信 起碼有三幾千人就會不在 加上疑問 你說是不是呢 房屋問題 老齡化問題 全部解決 這個真的厲害到無論 節目做到這裡 希望大家Like 追蹤 Share 訂閱科金 看廣告 可以的話加入會員和悲創 大比安妮娜 需要大家支持 拜拜